泰国现在在严查签证明目张胆的排华 这个问题 这两天天天天有人来问我这个问题 我来谈谈我自己的想法吧 那当然无风不起浪 好多人说现在严查签证 好像有好多的中国人都没有办法续签了 然后泰国想把中国人都赶出去 是这么说 但我觉得其实我个人倒觉得它是一个好事情 为什么觉得是个好事情呢 首先一个在疫情期间 由于反正大家也知道原因就是没办法回国 就有好多人从其他国家或者怎么样 都到泰国来了 反正觉得泰国好像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避风港 政策也比较的宽松 签证政策蛮宽松的 所以什么妖魔鬼怪都来了 当然了大部分还是好人 这句话还说在前面 但是奇奇怪怪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来了 搞得现在泰国确实是有点无颜瘴气 但是随着疫情现在慢慢慢慢的再好转起来 好转起来我觉得像泰国它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啊 其实也就是希望能够 进化一下这个社会环境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旅游国家 它是希望开放以后用一种更好的一种姿态去迎接世界各地的客人 就刚才包括我们在说的就是签证它不续签的这个问题 其实它不是针对所有的签证 现在主要的是语言类的学习班 是这个 因为这个是最好拿的一个签证嘛 而且它也不是说只针对中国人 它是针对所有的外国人 是这么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拿的这个签证你是相辅的 你真正正正在这个学校里上学 那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你有什么上课记录啊 或者是学校里的各种各样的证明啊 那是没问题的 它现在主要是对于那一种 我只是花钱我去拿那么个签证 拿了这个签证呢 我所做的这个事情和我现在 所从事的这个事情不符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一类的情况它就会不给你续签 啊会这样的那当然这种情况在疫情期间是状况是比较乱的一个情况下 大家很多很多人去办了一些不相符的一些签证 其实在这个之前 也是严打的 也是严抓的 我在泰国十年了之前 也是一模一样 你的签证类型和你所在从事的事情到底相不相符 比如说你拿一个佛学签你压根你就没有在那个地方学佛法 对吧 那你这种签证就是属于你拿了个不符的签证嘛 你拿了这一个佛学签 然后我自己在这做生意 那以前也要抓 以前也抓 只是不是像现在这么大规模的在抓 对吧 包括你说哎呀 我拿了个义工钱 我根本就没做义工 是吧 我在这个地方我当然我养老 那你也是不符 对吧 其实 好多朋友在说泰国好像这个签证付管的很严啊 或者是怎么样啊 所以我个人觉得看了这么多国家了 我觉得其实泰国的签证是相当友好的 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种类的签证可以让你在这个地方 长期的待下来 但是你要和你的签证相符 这个我相信你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吧 对不对 那你说如果我是陪读的那我就是真正正正在这陪读 你去办理一个陪读签证 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让你说我在这里养老的那我符合条件 我在这个地方养老也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那我在这里工作那我去办了一个工作签证也没有问题 我在这个地方我学佛法 我拿一个什么佛学签证也没问题 他们现在主要抓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签证和你所从事的事情完全不相干 当然了你也知道有很多的灰产进来 灰产进来以后往往拿的都是这些奇奇怪怪的签证 那所以他现在在严查这一类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 而且泰国真的我觉得签证 还是看你自己有没有准备好 对吗 你打算在这干什么 是吧那我包括之前我在分享房产分享什么的时候 也有很多朋友在那个地方下面留言 说是泰国你这样的环境 你在这个地方待下来会怎么样怎么样的 好像是好像就就就就就 就好像你在这买了个房弄了个啥东西 就只早是个死 好像就是这种感觉啊 反正我觉得我的看法是怎么呢 就是你去想你美国也行 新加坡也行 你那些移民国家也行 你要去办理一个签证 都是非常就长居的签证 我指的是都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 那作为泰国其实你花钱你就能办的事情 你非得不花钱 你非得在这个地方你来耗他的羊毛 那人家不敢你敢谁呢 你说对不对 那你说我来养老的 那我反正我符合条件了 我就在这个地方待下来 我来吃吃喝喝 我也不工作 那他欢迎你还来不及 是吧 那你说如果像我这样子的 那我也不做啥事 反正我就想在这待着 那我合法合规的 我去办理一个金银签证 金银签证20年了 你哪儿你全世界哪个国家 你去找个20年的签证 你只要花20万人民币 哪里去找 哪里去找对不对 那你说我这个钱我也不愿意花 我就像这个地方 我来耗泰国的羊毛 那他不敢你敢谁 就好像比如说你到我家来吧 你到我家来 你要不就是给我付租金 你住在我家 我欢迎你对吗 你给我带来了收入 要不就是你在帮我家做一些什么事情 我觉得你待在我家 我也挺开心的 对不对 你只在我家里白吃白喝 你还想从我家捞一点回去 我不敢你敢谁呀 我肯定得把你赶出去嘛 就是这个道理 是吧 那我们在泰国也是属于一个其他国家 在这个泰国拘留的一个外国人 他没有道理对你好的 你老子在说 哎呦泰国这个政府不讲人情 老是这样老是那样 你想想看嘛 那你在向泰国索取的时候 你为泰国做了什么 咱们其实说句真话 真没做什么 特别是像我这样 我没为泰国做出什么呀 那我能做的是什么呢 我唯一能做的东西就是那我花钱买签证嘛 对吗 那我起码我一年我给你泰国贡献了一万块钱 因为二十万二十年嘛 我按人民币算的话 就是一年我给你贡了一万块钱嘛 对不对 那我是花钱 我在这儿租下来 那你作为泰国 那你花了钱了嘛 你相当于租了个 给我付租金了嘛 你在这儿待下来了 对吧 哎那我在这儿 我每天我都是消费啊 我就是各种吃吃喝喝啊 那么同样也拉动了一些 泰国的一些经济 对不对 那不能说是很巨大的经济 那起码我也在这个地方花钱 就怕就是说你拿了一个佛学签 好了 我在那个地方偷偷摸摸 我想多赚点钱 我想多弄点啥 这种人 那你说泰国做的有错吗 我觉得他是做的没什么错 而且我是挺支持泰国现在的这个做法的 因为你这个做法 对于我们这种良民啊 长期在这个地方待下来的良民 它进化了这个社会环境 我真的很开心啊 我说句实话 真的很开心 之前你去想 乌烟脏气啊 动不动这个把那个捅了 动不动谁把谁又抓了 哪个地方又怎么了 不都是同胞在弄同胞吗 对不对啊 那你把这个进化掉 你把这一类的人全部都弄出去 我也开心 就像国内的时候 什么扫黄打飞啊什么的 我们作为良民 我们肯定是支持的呀 你说对不对了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就也不要以讹传讹 那你真正的给大家一个建议 也就是说 你想在泰国待下来 你就好好的待下来 你一切都是合法合规的待下来 你要是觉得打个比方 你办个经营签证啊 什么的这一类 你觉得对你来说是个负担 那就是你还没准备好 真的 那除非你说 我一切都合规的 那我在这个地方待下来 那你就心安理得的待着 别去想着打擦边球 因为打擦边球 你到最后其实真的得不偿失 现在你看签证一管的严了以后 那现在的那个精英签证 我前段时间不是小杰也在办那个精英签证吗 我也去了解了一下 现在你去办那个精英签证 排队排的可长了 你以为 你以为这个精英签证 真的 我之前办理精英签证的时候是两周我就拿到了 拿到这个签证了 小杰办理的话是90天 他才拿到 现在我们去问那个办理精英签证的那个朋友嘛 他是就是帮人家再代办的这个朋友 他说现在起码要排到120天 你就想想 现在是精英签证也非常的抢手 是吧 你说花个20万块钱 那我真正真正的我想这个地方待下来 当然你说如果我只是想来旅游旅游的 我只是想来玩玩的 你真没必要 真没必要 你就办个旅游签 你到这个里来旅游就行了 这个地方你要真正真正想常待下来的 那你就真正真正的去办一个安稳的 符合的符合一切法律法规的签证就可以了 他口子是开给你的 你钱都不愿意花 我就想这个地方好羊毛 天下没这样的好事的 你说对不对 行了 那今天就先聊到这了 接下来可能要去马来西亚了 要去马来西亚 然后一路给大家看看马来西亚的风光 看看各种马来西亚的风土人情 到了马来西亚以后 反正我也是各种各样的东西 都真实的展现给大家好吧 欢迎给我点击关注啊 拜拜 拜拜 拜拜